字上字腰, 八八 Gigi Gigi, 你幹什麼? 是爸爸握手機鈴聲 我明明聽到的 為什麼突然又沒有了?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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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 停車, 給我一個電話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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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機…有人想上車 這次又不知道? 是誰? 爸爸, 那部電話呢? 什麼電話?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明明聽到那個電話鈴聲 是我爸爸的電話, 你不用不承認 Gigi 不是乘車就不要搞了 因為我 pc 是我靈少爺讀釋無二的 我明明聽到, 你在哪兒? 你別胡亂來… 別胡亂來, 我報警 別胡亂來 老闆, 老闆認了, 手機是他拿的 是那天嗎? 他說那天他行山行到水塘附近 看見手機這麼新, 他想據為己有 於是換了一張SIM卡 刪除了一部分資料 但是那個鈴聲他就不懂得搞 他收拾過手機的時候在幾點? 他說是五點多 不知道他看不到我犯的經過 有這裡, 鑑證公面已經把 世伯的手機裡的過月資料還營了 裡面原來拍了一段影片 看看 黃天心, 你不用再裝作 當初我真的以為你這麼好心 幫我撿手尾 所以我才把政府發展機密 都全部透露了給你們 還批了一塊地給你們旁性集團 誰知道原來你根本就 關掉這個陷阱讓我踩下去 我現在一身矮, 最是新敗明烈的 陳先生, 他們找個混家妹出來 是想你自亂陣腳 想你自己爆料出來 你不要中他們的圈套 還有那個金波底 他跟我的牙齒刺刃 他想公布私仇 所以找個小妹妹胡亂說話 是想害我 現在那些警察已經盯緊我了 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陳先生, 我們坐在同一條船上 我怎麼會讓你出事呢? 龐鐵心說他沒去過水塘 就是撒謊了 我終於知道 為何那個女人要撞死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拍照 他和陳士松之間不可過人的事 那金波長這次, 終於做出好戲 西貢的本招現在進度 會在2015年中落成 加上通脹 預計到時候的樓面赤價 可以達到五萬元 其實是因為附近在未來幾年 都不會有地培出 再加上這個地段環境非常罕有 落成之後 肯定可以成為香港的十大超級貨幅 那個樓盆和地段都這麼矜貴 姐姐不如留一間董事屋 讓自己看看世界吧 這個提議也不錯 龐鐵心 阿姨, 唐小姐 我已經叫他們在外面等了 你們要什麼禮貌? 做好餐人就跑得亂來的嗎? 龐鐵心, 我們警方已經足夠證據 證明你在金波長死當日 到過城門水塘 還和陳士松在一起 請你跟我們回警局協助調查? Oscar, 我有統治洪大狀 開大會會對 外加直傳言 被告龐鐵心和高官陳士松 有官商勾結之嫌 但被告對此極力否認 大家剛才看完短片之後 已經可以證明他們兩個 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事發當日, 下午四點二十分左右 受害人金寶長在水塘附近 無意中發現被告和陳士松 秘密回誤並發生爭執 所以他馬上用手機偷拍作為證據 但很可惜被告發現了 受害人於是踩單車離開 被告知道這個秘密絕對不可以公開 所以他把心入環, 狠下心腸 想開車撞死金寶長殺人滅口 事後警方根據道路監測系統 查到龐鐵心的車子有兩段駕駛記錄 第一段是下午四點五十分離開水塘附近 第二段是下午五點三十分 出現在龐鐵心住宅的附近 車子當時應該在洗回家 三十至四十分鐘的車程 由水塘洗回他的住宅 在時間上很吻合 所以控方絕對有理由相信 被告是蓄意傷害金寶長 繼而逃去的犯人 法官閣下, 各位陪審團 我的當事人龐鐵心小姐承認 在案發當日, 他的確確約了陳氏 還在水塘見面 亦因為意見不合, 發生掙扎 不過我的當事人 絕對沒有傷害我金寶長 控方所謂的證據 最多可以證明我的當事人 在案發現場附近出現過 而道路監測系統所拍到的車輛 也拍不到駕駛者的面貌 警方也未能提供目擊證人 證明我當事人 就是撞傷金寶長的疑兇 控方所謂的證據 只剩下一條短片 就將我當事人 和金寶長的受傷扯上關係 簡直就是荒謬 秘工, 你當日是不是 跟陳士松在水塘會面? 是 你說你們期間發生爭執 你們為什麼爭執? 其實我們不算爭執 陳先生因為受人疏擺 但是誤會我出埋了他 所以向我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就盡了最大的力量去跟他解釋 事情與我無關 那你可不可以在平常跟大家說 你們之間到底有什麼誤會呢? 之前陳士松和一個援交的少女 來到我集團旗下的酒店開放 誰知道出了意外 那個女生因為吸食了毒品 突然昏迷 陳先生很害怕向我求助 我知道他是高官 如果這件事被傳媒知道 會很大件事 所以我就叫他先走 然後我找人送那個女生去醫務所 事後那個女生沒事 但是陳先生因為很感激我 他幫我, 所以我們做了朋友 那你說他被人疏擺, 又是什麼意思? 本來這件事已經告一段落 誰知道有人向陳先生胡說 說是我安排個少女跟他開訪 目的是要抓他黃腳雞, 要利用他 陳先生去知道這件事之後 他很生氣, 說要見我 他見到我之後 他就很激動地指責我 我唯有盡我能力向他解釋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你說你們之間不是爭執 但是為什麼金寶祥偷拍你們的時候 你的表現會這麼緊張? 我根本不知道是有人偷拍我 我只看到有個人已經跑走了 由於陳先生的身分很敏感 所以我們擔心不知道會不會是狗仔隊 於是扶我們分開坐的士離開 坐的士離開?山長水源 自己有車不開, 竟然坐的士離開? 當時我的心很亂 我不想開自己的車 免得讓人知道身分 所以我坐的士離開 的士車排多少號? 可不可以留意 警方事後發現你的車駛離現場 直接開了回你家 請問你車現在在哪裡? 我也很想知道在哪裡 希望警方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阿偷, 你找到旁邊的心開車的片嗎? 希望你坐CCTV裡面有消息 你休息拆了三十幾個小時 不如回家休息一下, 充電 這裡讓我接手 大哥說第一堂, 旁鐵心佔了上風 如果我們再找不到那個八婆斷正的資料 看來還是沒有她的苦 不如這樣阿偷 我們下去餐廳喝杯咖啡 輕鬆一下, 充電一下 上來一起再看吧 也好 叫不叫醒魔少爺? 她倆沒飯, 讓她去盒一下 好 我們下去買東西給她 這個就是我們重案做好的師姐 艾美神 各位同學… 上鏡子還散鏡 這麼漂亮 早就預料她轉做PBRP 知道了, 不用捱, 我就變臨風了 走吧 美神真是上鏡 去了PBRP之後更漂亮 你是不是想去PBRP? 我幫你寫紙 美神 知道了, 漂亮了嘛 美神來了 快點坐 阿偷, 探上鏡子 美神 你們兩個慢慢聊 我先拿一杯外賣給魔師 好 坐吧 阿偷, 不睡覺喝這麼多杯咖啡 也提不到神 沒辦法 案件也沒什麼進展 阿偉, 不要再叫我老頭了 我都不是你老頭了 叫習慣了, 只是一句而已 剛才電視機看到你上鏡子 很棒 棒什麼?拍一分鐘的東西 NG有三十次 比竹賊還辛苦 像機械人一樣 慢慢的習慣 是 John 我今晚收拾, 沒這麼早回家 再打給你吧, 再見 晚上也要外景?很少我 我下班了,我特地回來幫你 一起看CCTV的 我和譚上鏡聯絡過 她說你們最近忙得踢了腳 就回來幫忙,多一個人多雙眼 不適合規矩的 你一向跟規矩做事嗎? 那倒是,謝謝你 好,謝謝 妹姐 還不回家? 回家對著四公牆也不知道做甚麼好 爸爸在醫院,我們在警署 好,反正只有一個人,去哪兒都一樣 這次這宗官司不容易打 塞車還沒找回 知道歷程的陳氏從而被人滅後 龐鐵心炸車的證據還沒有 手頭上只有還經證供 最棘手的就是洪震套 幾次跟她交手 你都看過她的招數有點辣 Chris,辛苦你了 我不覺得辛苦 我內心相信有真理 只要有這個信念 如果有這個信念的話 一定可以彰顯公義 我一定會盡力以為 走去喝完了,要不要陪你吃飯? Chris 你今晚可不可以陪我嗎? 明天還要開庭 我還要回去做準備 你別喝太多了,早點回去休息 怎麼回事,嗯? 金波地督察,請你跟大家說說 查查金寶場被車撞一案的事態發展 因為由出事的現場 到被告的家裡不止一條行車路線 所以我們擴大我們的搜查範圍 到所有可能的路線 終於,我們在一條山路的CCTV當中 看到被告開車經過 而時間就在金寶場出事之後的 十五分鐘左右 法官閣下,控方要求將證據呈堂 批准 雖然照片的質素不太理想 但我們肉眼所見 司機的外貌和輪廓的確和被告有九成相似 而且我們把這批照片給專家看過 專家把照片中司機的頭顱比例 以及身形比例以電腦分析 推算出,照片中的司機 身高大約是1.6至1.7米左右 體重是105至110磅之間 而被告身高1.600米,體重是108磅 符合專家所推算的範圍 所以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 照片中的司機就是范仁蘭裡的龐鐵森 法官閣下,基於公平審訊原則 辯方要求提供有關的照片 以作法庭參考 接納 金刀察,你對這三張照片有印象嗎? 有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清楚? 這三個是偷車的慣犯 而這批照片 全部都是油麻地區裡面 三間不同的停車場 的閉路電視所拍攝出來的 不過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其中兩個還在通緝 其中一個在半年前 已經坐牢後出了賊 金督察你也挺好記性的 就是說這三個偷車的慣犯 還在外面? 是呀 法官閣下,想中這三個慣犯 無論是身材高度,髮型輪廓 都跟我當事人差不多 而在山路拍到的影像 也很有可能是這三個慣犯的 其中一個偷了我當事人的車 而這麼巧合,他就經過了 金督察,你同不同意嗎? 金督察,爸爸,不行了 我們的天賦,願你的名秀顯揚 願你的國內留 願你的子言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給我們日用的色略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留於有話 讓我們免於兇惡 老爸,對不起,我來遲了 為什麼你不撐住?你得家 你現在剛離開,誰替我打球呢? 你應該要再說 珍惜,幫我們 爸爸要先走了 我知道我走得快點 不過你們兩個都大量 我也沒什麼牽掛 珍惜,爸爸有戲給你看 人生無常,你有多力氣還挺好 就算你有爸爸一半這麼英俊也好 你也要學會珍惜 尤其是珍惜身邊的眼前人 我知道, 爸爸 就算跟你很親密、很相愛的人 錯過了就追不回了 我也錯過了一次 你別害我這麼懶惰 放心, 我一定不會放棄 我會來Chris接受回母 波地, 雖然你不是我的親生 但你最像我, 常常假裝有型, 假裝浪子 爸爸, 關你膽子嗎? 臭小子, 你把我疼死, 把嘴巴 波地, 我跟你說這是錯的 當年我就是假裝瀟灑, 不會吹不去搶 所以我就失去了我最深愛的女人 我告訴你, 幸福是要自己爭取的 當你喜歡一個女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堅持到底, 知道嗎? 知道 大聲一點, 聽不到 知道 大聲一點 知道 知道 好了, 最後我想你們倆 就和我做一件事 和阿姨說一聲 她是我曾經追過最熟的女人 是我慈愛, 以前是 現在也是, 將來永遠都是 是, 真是, 見她一次, 又懂我一次 阿姨 爸爸, 你是她認識過最愛的女人 以前是, 現在是 阿姨, 將來永遠都是 她說見你一次, 就當我一次 最愛那句, 你們也知道 那句不能說給別人聽的 我走了, 你們都長大了, 別再哭了 被人看見臭死怪 我走了 走了 爸爸… 阿姨,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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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道菜是美神八板的 我隨便而已, 不知道合得你胃口呢 對, 全都合得我吃 我妹妹從來都沒有供應過我 她這次是為了Johnny去街市 簡直破天荒 就是, 她姐姐和我們欣賞 欣賞 欣賞 我只是這樣而已 我哪有這麼生氣 我平時經常都撒橙給你吃 其實在美神有很多優點 你娶到她, 你又服 完全認同 你們倆別討論了 快點結婚, 喝完酒我就安心了 夠了…我餓了, 開飯吧 媽媽還沒回來 對, 她說她去醫院還沒回來 你打電話看她去哪裡? 是呀, 打給她 回來了 媽媽 媽媽 媽媽,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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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保長, 她走了 不是吧?為什麼這樣? 那我沒有人替她鬥氣? 案子還沒審完 那是女兄弟那晚一次見她最後一面? 我不明白保長發營這麼好 為什麼有這麼不客氣的事情 在她商場發生? 我真的希望金大壯和波地 可以為保長沉冤得署 波地, 要不要過來陪你 不用了, 我多謝你關心 不過我真的沒事 我終於把爸爸的身後笑 我不說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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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呢 怎麼這麼說? 大家好, players 錄影 我整天家都 не想了 那些兄弟 是記得的嗎? 生死無上,做人要把握現在 互在當下,別讓自己後悔 微臣,這次是我第三次向你求婚 希望你可以給我機會 做你終身伴侶 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在身邊照顧你,保護你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嫁給你 John,你剛才回來,你會不會太刺激 其實我們拍拖也有十年 雖然我在美國發展自己的事業 你在香港有自己的空間和工作 大家各自發展理想 但是這段期間,我心裡只有你一個 現在也是時候向前走一步 美臣,嫁給我 你好,莊太太 爸爸,天文台說最近會翻風 外出再帶件衣服 好 好 近來是不是很悶? 如果是的話,跟朋友出去喝茶 聊聊天 不如我給你錢去旅行好嗎? 上去哪裡? 我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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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只是爬飯?吃菜吧,來吧 我去哪裡? JJ Chris Chris 是嗎? 爸爸,他走了 你沒事可以幫忙嗎? 謝謝,有需要我會打給你 那你自己保重吧 再見 再見 爸爸,你沒事吧? 爸爸,你沒事吧? 身邊的人走完一個又一個 年輕人這麼多的都比我還要走 做人真的很無奈,很化學 爸爸,不要亂想 怎麼喝那麼多? 爸爸,你去哪裡? 我跑步健身 嘉姐,你知不知道金寶翔死了? 我還沒想到嗎? 他死了,律政司會說明你謀殺嗎? 那又怎樣呢? 他們現在都沒有證據藏我 難道改善我謀殺之後會有新證據嗎? 我之前的案件,陳士松的貪污案 還有金寶翔的死 現在整個律政司和重案組 都當你是硬中丁 還有姓金的那兩兄弟一定不會放過你 公布私仇 姐姐,現在龐姓的形勢這麼好 如果現在才被他捉到你痛腳 那你辛苦了這麼多年的心血 就會一拋清袋 我之前的案件 你跟紅大狀說要百分百贏 但是這次的案件… 你有什麼看法? 紅大狀這麼有辦法 上次這樣也幫我打得掉 好,不如叫他找一個人回來做替死鬼 頂住他 替死鬼 好,明天 我真的該死 什麼? 你最近的精神不太好 公司的事已經夠煩了 現在金武場就死了 那些警察會改喉我謀殺 所以很害怕 這件事我會處理的,你別這麼擔心 我不是不信你 但我真的很害怕那些警察會找到車 到底你身為的車在哪兒? 其實,你知道越少就越好 被警方問你的時候 你的反應才是最真 由你殺陳時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知道你會不惜一切地保護我 作為那個女強人 最珍貴的 我居於就可以找到一個 你自己更強 更可以依靠的空檔 讓我享受做法的一個平凡的女人 去感受那種被愛被保護的感覺 我會盡量控制自己,不要去想 你相信我,我會盡量 好,我都不想你想得這麼辛苦 不過,我知道每一天早上都會有一部垃圾車 在你家門口收取垃圾 而那部垃圾車停的位置 剛好遮擋著閉路電視 我就趁這個機會把那部車洗走 那現在的車到底在哪兒呢 收藏了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就算有間諜微星也不會找到 但你打算怎樣處置這部車 這部車一天不消失我也不會安安 你放心吧 我已經先滅跡的事,我會親來親為 你已經累了,一會兒,好嗎 我真的能睡得著 律政署已經改控龐鐵森謀殺 上頭已經出了拘捕令 我們現在就去拘捕龐鐵森 是,Sir… 是,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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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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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Sir,Sir 龐大壯,你又帶當事人來投案協助調查 我當事人知道 警方一定要找你協助調查 所以這次來是特地和警方合作 不過,無謂令金Sir浪費警力 好,龐鐵森,你涉嫌謀殺金寶場 我現在正式拘捕你 我們雖然是來投案 但是我當事人已經決定保持監謀 任何問題他都不會回答 我會找到你是兇手的證據 不會讓你走 快點 去換衣服 龐鐵森 檢查一下東西是否齊了 齊 去換衣服 我應見金波地督賊 怎麼樣?有什麼想說? 我不想再掩飾下去 我沒有殺人,我知道是誰兇手 熊鎮燈,你涉嫌謀殺金寶場 請你跟我們回警局協助調查 陳士松的鑑證報告出來了 在他的屍體的手指裡 溫度有些皮膚組織和你的DNA吻合 而這麼巧,你的耳背有爪傷痕跡 你放在貨櫃場 準備改裝噴油的車子 已經證實是撞死金寶場的車子 這次你可以說是斷正的 你揹著兩條人命在身 你猜你會打得掉嗎? 我勸你好好跟警方合作 把所有事都說出來 是,你不想說,不過已經有人代理說了 當日陳士松他約我見面 洪震東跟我一起去 他的妻子不等我 陳士松因為怕我跟他的關係曝光 所以他叫我給他一筆錢去逃跑 本來我打算給他一筆錢 事情可以不了了之 但是誰知道 原來金寶場他躲在一旁 看到整件事的發生 他還用手機拍下了 當時我真的很害怕 洪震韜看見我這樣 他們說事情包在他身上 洪震韜他開著我的車 追著金寶場,還把他撞倒了 我也想不到洪震韜會這麼心狠手辣 那輛車是我的 我當然知道你們一定會懷疑是我做的 但是洪震韜說他有辦法 他叫我不要這麼擔心 你們不相信我說嗎? 你們可以去新界一個貨櫃場的手下 龐鐵心已經指證你,不到你不承認 我希望你好好跟警方合作 想不到我中環法律界已認為臭小子的女人受傷 你說洪震韜會想怎樣? 幫我把所有與這宗案件有關的口供 和鑑證資料出來 是,我想重頭看得遲,收到 姐姐真厲害 做大事的果然是要大義滅親 不過算下姓洪的也不算是甚麼親人 對,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 我想請你吃飯,謝謝你 先謝謝,不過真的沒時間 如果一天有四十八小時的話 或者可以和你吃飯 房小姐,你日理萬機 看怕做你的男朋友 也要隨時去項目才行 我根本沒時間拍拖 況且要找對的對手,不容易 洪戴莊,是不是請我吃飯? 今天你行嗎? 今天真的不行 找一天吧,我欠你一頓 房小姐,你的衣服已經拿過來 謝謝 謝謝 誰? 什麼事? 我實在這麼幸運 你現在什麼都不管 你把整件事交給我處理 我不想你作為這件事 坐不安,吃不下 好,我不會被人嚇力 我準備晚飯 好了,人齊了 開飯 多久沒試過這麼齊人 都是保長頭七,你還是尾牙 我記得以前尾牙 保長一定會見我們家人一起吃 他說大家吃,開心點,熱鬧點 長一點是招牌拿炸刀 謝謝 來 喝來喝去,都是這杯最有人情味 走 我最愛吃 我看起來就好 我吃了我 我看起來也要煮臉 我早就要煮了這個 我吃到這個餐 我來這裡有兩種傳統 我和大哥談過 我們想繼續做長廠茶餐廳 當然主力要靠你們了 放心,長廠茶餐廳是寶長的心血 我們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好,我們把寶長的精神發揚光大 好,乾杯… 早安,波地,當是我炒了股票 我想借給我的錢,我會繼續還 放心,我一定會繼續搞好長記 寶長那個人雖然不在 但是好像沒離開過我們 寶長雖然走了 帶了那麼多人記得他,也算是不枉刺心 這些就叫精神長存 寶長在天之靈,也會得到安慰 我是不是說錯話? 沒有,不過一天還沒抓到我真正兇手 爸爸一天都不可以真正安息 不是那個洪鎮韜做的嗎? 報紙是這麼寫的 他什麼都沒說,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我們覺得他是代罪高揚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龐鐵心屈落在洪鎮韜那裡了 可惜現在表面正宮,對他很不利 如果他再不為自己辯護的話 他入罪的機會很大 他真的敢愛龐鐵心 我愛情真是這麼麻木 如果洪鎮韜真的入罪的話 真相永遠都會石沉大海 而真空永遠都會逍遙化外 我明天會回律政司那裡辭職 JJ,你想怎麼樣? 我想真相永遠都會的 你怎麼樣? 我想真相永遠都會 警方根據龐鐵森的口供 在被告撞到金寶祥不省人事之後 不顧而去 事後他利用 每天會經過龐鐵森家外的垃圾車 作為掩護 把空車駛到龐鐵森家 事後警方再根據龐鐵森的口供 在一個貨櫃場裡發現被告 正在準備用油漆把車改頭緩滅 至於另一位與本案有關的死者 陳士松 本來他打算向警方投案 但很可惜他在見到警務人員之前 被告才行將他殺死 竟然棄屍大海 後來警方拿獲屍體 經過鑑證鑑定之後 證實龐鎮韜就是殺死他的兇手 綜合整件案的案情 動機證據,以及人證口供 我們有理由相信被告就是兇手 辯方律師,你可以發言 對於謀殺陳士松的罪名 我當事人已經認罪 不過對於撞死金寶祥的事 我當事人絕不承認 他是被人精心策劃 陷害你做代罪高揚 而陷害他的人就是龐鐵森 而幻人生,無需答辯 如夜荒蔓延 我造最光最閃 人生,難分各線 無悔洗掉重箭 與罪惡力平每一天 憑信念揭發最邪惡一面 勇氣無氣,有正義在旁邊 任何是非,都不過得兩面 不畏懼,哪怕結局再擔戰 盡了力,哪怕會遇到先天 憑努力揭秘惡行定勝天 只靠自己,可通過真實戀